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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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意見好朋友 大家傍晚好 今天的時間是中華民國112年的4月12號 下班時間 時間已經是下班5點多了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的新園區的這一棵 來看一下 老攀桃樹的前面 來看看 今天在帶著這個水蜜桃的套袋 水蜜桃專用的套袋 油袋 那來看看的話 這邊大概還有三棵的果實 要把它套起來 那我們在套之前先看一下 這一棵的老樹 你看 移過來之後 從這邊抽新燒 那都有來的結果 那像這裡來 看一下 這裡有兩顆 那這是一個雙胞胎 雙胞胎 那等一下我還是把它套起來 因為 果實的數量沒有很多 但是確定 這是攀桃的一個樣態 好 我們鏡頭帶這一顆好了 來看一下側面 攀桃的樣態 側面扁扁的 那送我們這一棵 老樹的攀桃的樹頭的 領域的哥們 國成兄 他有稍微提到 稍微小了一點的果實 那沒關係 我們 試試看吧 好 那這裡我就把它套起來 那我使用的這個水蜜桃套袋 它是帶鐵線的 那我也參考了一般 專門在套水蜜桃的 他們有一種是沒有鐵線利用 利用那個什麼 欸 定書機喔 把它定起來了 定起來了 那這個地方不太好操作 不太好操作 就稍微有把它勾住 高一點好 然後再來接著 底下這一顆好了 來 套底下這一顆 這裡有一顆 因為數量不多啦 所以果實有套袋的機會 我就把它套起來 好 那再把它折回來 攀桃樹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花 這邊有媽也要小心 底下有一撮的這個 螞蟻釘了會痛的 這裡還有一顆 攀桃的花 底下這裡還有一些小果實 那我從那一邊 這裡看 整個樹頭就是 一撥的那個熱帶活椅 那個釘人的話會很痛 所以我們來園子裡面 都要穿那個什麼 穿雨鞋啦 然後這個地方 一些花掉了 這些果實 在這個季節 後續會怎麼發展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4月12號 這一顆 老樹頭的 攀桃樹的 一個現況 就是一個現況 那園子前頭還有一顆 是買的 買的 我們過去看看好了 走 快點 那邊 去 這兒 都是 好,那我们很快的走到这里了哈 这一棵是在田尾公路花园采买的叛桃树 那刚看了下来,这个已经在这里飘了 表示里面的果实应该掉了,我把它解开了哈 解开,所以今年是种植的第一次莱花挂果 那这些果实留不住,那没办法了 扁掉了,没有了,就这样 这个也是攀桃 然后这个果实后续会多到的话 那也是第一年的产果啦 目前二、四、六、七哦 七颗果实,二、四、六、七 七个套袋吧 那最后会有几颗也不知道 像这里还有小果子 小果 所以这一颗也是攀桃 那最后果实的大小,样子,风味等等 都要有机会看到果实,尝到果实 我们才能够确认 如果最后不错的话 其他的那一些可以嫁接的那一种桃树啊 里树、梅树,我们再来考虑 好,那就大概简单的最终记录一下 果实生长的一个现况 分享给一对老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